各位姐妹,今天的圣经金句是 跟随我,马斗就起来,跟随了耶稣 马斗福音九章九节 今天是马斗中途的庆日 所以选择这个圣经金句 不可能没有马斗的名字 导触的时刻,就是整个生命转变的转叠点 最重要的时刻 虽然有些人觉得,怎么会这么简单 一叫就起来 不过,这是马斗自己的体会 很可能他很久已经听到耶稣的名声 已经向往,但不敢 或者他听过耶稣讲道理 但不敢成为门徒 也不可能,因为耶稣是叫那些人跟随他 不是那些人去拜耶稣 拜祂为师 不是这样的 但是现在一听到 那份被拣损 被抬举,被弃重 使得他整个生命转变过来 马上有这个动力 离开 离开他那份 以金钱 被俗世所捆绑的 那个生活 起来,是不同的起身 离开他的生活 以耶稣作为他整个焦点 看着他,跟着他 这是整个生命的转变 以至他用回自己的名字 你留意一下 路加和米谷都有记载这一幕 不过他们用了第二个名字 用辣味 即是用马斗希伯来文的名字 辣味 但只是马斗 用回希腊文 马斗就是马斗 马斗这个顺利 就是跟随了 好像他说 我觉得是光彩 我不需要说 辣味 大家知道 做瑞利 就是国安时代 不是一个好的行业 于是可能 路加和米谷 就说另一个名字 使人没有想起是马斗 但马斗自己 完全不是这样 他说 我就要说出这一份 我以前的 这么肉酸 这么不好 这么丑陋 但是耶稣都叫我 看得起我 弃中我 各位兄弟姐妹 今天我们不只是 抖马斗高兴 我们自己 不是一样吗 耶稣都经过我们 那个碎关 或者我们平时的生活 我们自己觉得 很想转变 但好像没有能力 坐在那里 每天被生活 被生命 被一些毛病 惡杂 捆绑着 带耶稣来 叫我们 跟随我 你可以不是这样的 你可以成为我 门徒 你可以有不一样的生命 甚至你可以 好像马斗那样 明流千古 影响后世 基督徒 基督徒就是明流千古 留下来 借着耶稣基督 影响了很多很多人 各位兄弟姐妹 让我们都成为 马斗 起来跟随耶稣 跟随我 马斗就起来 跟随了耶稣 马斗呼音 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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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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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